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事长而且他带领的集团是由亏转营 甚至还屡创新高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家世达董事长 陈其红 欢迎Peter 家庭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恭喜Peter 今年集团真的是好消息不断 一举拿到了二十五个大奖 谢谢 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肯定 其实我们比较好奇的是说 我们的集团其实这个家机不断 大家会更觉得很不容易的是因为 其实这几年全球的产业景气都不太好 尤其像我们国内虽然景气灯号 好不容易转黄蓝灯了 但是我们看到全球景气 尤其高科技产业 大家都还是比较保守看待一点 那您怎么看在2023年的Q4 一直到明年上半年甚至一整年 景气会怎么变化 好 现在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第三季 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一般来讲 磁通讯产业我们看到都是下半年 一定是比上半年好 我们当初其实也的确是这样预期 不过很不幸的第三季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想象中好 为什么呢 是库存还没消化完毕吗 其实就是说COVID-19结束之后 的确在那段时间整个供应力大乱 所以造成很多攻击就跟不上来 跟不上来就产生这种恐慌心理 恐慌心理就是我们讲说 会有所谓的double booking 或triple book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本来只是需要是 大概是50个 但是看你只能交一半 那我就下100个 你会怕 心里会有一个预期的心理 你只能交一半 甚至说我交150个 我希望你都交个25个 那75个这样 所以它真正的需求 其实只有50个 这个时候就变成很多订单 看起来说一片荣景 那其实是假的 等到突然间发觉说 这个供给顺上来 供给开始一下放量 一直交出来 就开始增值过来 要拿不拿 要拿不拿 那突然间发觉说 哇 库存已经太多了 那这时候刹车不及 那各个产业就开始出现 这样的情况 那有些产业当初 比较没有这么缺的 那它的这个供应 就比较早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比较晚的 比如像通讯产业 或者是像汽车产业 也都有同样的问题 当初是缺最多的 但是它就拖得越晚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 直讯产品 在去年的下半年 就已经看到这样的情况 它就知道说 需求没有这么好 就开始踩刹车 那这时候就看到 这个营收掉很多 那么像通讯产品 今年上半年还不错 那下半年突然就踩刹车 然后像工业电脑的产品 也是一样 今年上半年还不错 第三季开始踩刹车 那刚好这几个重要产业 都是我们集团有的 所以我们就是有的 去年上半年 下半年已经开始在衰退 今年逐步在回升 回升速度很慢 没有我们想象中快 再者就是这个 刚刚讲的这几个产业 比较延迟效应 就会出现在下半年 所以总而来讲 今年下半年 看起来没有比上半年好 几乎就一样 在50 50这样的比例 那这在过去是不对的 下半年通常都会比 上半年好 传统忘记 对 所以今年就是相对的 跟我们想象的是 比较不一样 那再来看下半年 下半年之后 我们马上就看到 所以刚刚等于 直接解释了说 第四季也不宜太乐观 因为通常第三季 是制造业的忘记 第四季是品牌的忘记 因为品牌是直接销售出去的 对 比如说有感恩节 有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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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大陆的光棍节 11月11号的光棍节 甚至还有双十二 对 所以像这些都是基本上发生在第四季 那第四季还有一个负面效应 就是通常到十二月 因为就是年度的联报 要节 要节的话 大家不想看到库存太多 因为你联报一定要有这个库存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保守一点 控制 库存不要太难看 那等到明年呢 大家最期待的春夜何时来 我们这样看就是说 以今年下半年这样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 某种程度已经预告了 明年上半年不会太好 因为通常就直接会连过去 大家听到了 所以明年的上半年就 我们看基本上 大概也会跟 大概今年的下半年差不了多少 意思是说还是一个缓慢 有些像资讯产业缓慢在复苏 当然刚刚讲了 像通讯产业 或者是工业电脑相关的这些 就基本上它还会是继续 只是它的往下跌 往下跌的时候 会稍微减缓 我们比较期待的是 明年的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明年下半年应该就会 比较明显来复苏 明年下半年有机会回到 像疫情前的乐观吗 应该没办法这么好 但是速度会比今天下半年快 比较还是比较保守一些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除了这些产业 大家需要消化原本既有的库存之外 其实外部因素应该影响更是大 让大家更是担忧 因为接连几个战争 然后再加上美中科技战 这个让我们所有的产业 都必须要面临到所谓地缘政治这件事 那大家一直在谈的所谓的NCNT 那被逼着我们要离开 除了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 除了台湾以外的生产基地 其实我们在很早就有布局了 尤其在北越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说 已经有一个所谓的产业供应链 鸿海广达合硕 伪创还有我们 没有错 其实我们在2019年 疫情前就已经过去 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超前部署 而且我们是邀请我们供应商一起去 我们一共大概15到20家 供应商一起去 我们一起谈条件 谈的条件大家一体试用 也很幸运 我们那时候谈的条件 比现在都好很多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速度很快 其实我们本身 我们集团在2020年 就隔年疫情来的第一年 我们2月28号就很量产 我们才花4个月就量产 因为我们先住一个场地 工厂 那么把人员各方面机器都到位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会想到 要去北越这个地方做投资 基本上也是考虑到税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有关税大战 举例来讲 比如说像通讯产品 那个时候就已经输到 假如是从中国或者是从台湾 输到美国 就要克25%的关税 25% 25%是非常高 那这25% 25%最后都是要反映到 不管是中端消费者 或中间这些通用业者 大家必须要来共同分担 所以就有这个压力 必须要到这个 比如说像第三地去生产 把这25%把它拿掉 大家会说 那在台湾也不用这个关税 问题是台湾的成本贵 对 所以就当初我们就感受到 我们一定要去东南亚 我们经过评估 发觉在北越这边 对电子业是最有利的 它有什么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因为我们这种系统组装业 最重的就是供应链 供应链只要不顺 它产生的成本是 会占大概35%到40% 三 四成 对 所以这个其实比人工 占比都还高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最重要是这一点 那北越 尤其靠河内那附近 它最大的优势是 它从广西 广东 这边 假如有 因为我们举例来讲 一台电视 因为我们民事 所以这个电视很重要 电视大概 一台电视里面 可能有三四百个零件 少一个都不行 对 少一根螺丝都不行 就麻烦了 对 就没办法煮了 所以我们可能有一部分 短时间没有办法在当地这么快 整个供应链就完全到位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从其中一部分 从广西 广东直接运过来 因为只有两三百公里 大概就像我们这里跟台中的距离 或者是到顶多到嘉义的距离 那个就是这个半天可以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看起来 在北约这个地方的 所谓供应链的聚落 已经非常完整 已经比我们四年前好太多了 真的 但尤其电子五哥 大家都过去了 电子五哥 电子十哥 有好多家都是在我们后面 才陆续跟上大家组成一个联盟了 所以大家现在动作都很快 也因为大家一起去 经济规模起来 需求起来 所以供应链又成良性的循环 其实在疫情之后 大家谈论很多的东南亚来讲 还包含了除了越南之外 还有印度 那好几个国家都是被大家认为说 是重新发展我们的供应链等等 会非常好的一些基地 您有考虑过吗 这个我们都去看过 每一个国家都有谈论有缺点 比如说泰国 泰国这四个汽车产业 摩托车 汽车产业 特别是车辆相关 它那个聚落是很明显 但是当你假如不是 跟车辆相关的 它的功能也就会比较首限 印度呢 印度 我也去过很多次 印度有它的特殊的这种 环境政治各方面的考量 它比较适合做内需的 适合做内需的产业过去 它现在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 14亿多 所以它的整个印度国内的市场需求 还是将来潜力非常大 再者呢 因为现在他们的基础建设 还如火如土在进行 还有很大很大的需求的空间 所以像台湾有几个做基础建设 他们很多都在那边设厂 看了就是 因为比如说电力设施 所有相关的基础设施 生产出来是要去供给给印度 国内的基础设施 用来当出口的 基本上现在还不是很适合 不是适当的成熟时机 大概目前看起来就是 生产比较多是手机 但是手机也大部分都是 做给印度国内的需求 内需需求比较多 现在因为税各方面的考量 还有人工各方面的这些 到位的程度等等的 大概做内需会比较适合 做外销可能还要等等 其实Peter很早就带领集团 一些开始在布局北越 但我们看到接下来几间公司 包含您说的电子时刻等等 大家之所以会开始 往世界各地来扩散 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美中科技战 那地缘政治 这么麻烦的一个议题 您认为这会成为新常态吗 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认知这个事实 我们就是G1G2 两大阵营 作为财商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 这些生产基地还是很重要 因为中国大陆还是一个 庞大的市场 它本身就是一个 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 它的需求很大 再来我们讲G2 这边过去的就是中国 这个苏俄 还有很多的这些 靠这边的国家 那个需求也很大 这个叫G2阵营 那G2阵营 当然就是它首席的 原来以美国为首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把地缘政治这些 把它安排妥当 我是认为应该是 最后台商还是得利者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COVID-19 这个三年的期间 整个台湾的自通讯产业 都非常地蓬勃发展 全世界都在说 台湾是得利者 越南是得利者 举我们整个集团来看 我们这2020跟2021跟2022 我们这个三年 我也跟主持人分享 我们三年成长700亿 太可怕 太惊人了 后来那个数字还是持续在增加 就是让大家都觉得非常讶异的 也今天好好想来问问您 其实加世达这些年 我们看到Peter 很早你就带着大家 开始在往外扩展 过去十年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 你带领这个集团 重新地翻股 转股 然后不断地翻身 你认为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的转型 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 我一到任2014年1月1号 我从BenQ被我老板 K.Y.李勤勇李董 我现在回来当加世达的总经 这个事情我得先问你 当时候你哪来的勇气啊 因为西门子的关系 所以其实当时候我们集团 是亏损严重的300多亿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样 一声令下就回来了 就当初是有犹豫的 必须要坦白说 那我老婆也担心 也担心你 太辛苦 当我跟她讲 她其实第一个就提醒我说 你确定你的身体 可以回到那么高压力的环境 也不是说在BenQ没压力 但是毕竟那个整个生意的大小 还有复杂度差很多 我们在品牌那边 其实那几点调了还不错 那这个加世达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 产品线几十个 加大 业大 那一千多亿的 当初是前一年是2013年是 一千一百多亿的营收 虽然不怎么赚钱 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很复杂 那我是很熟悉 但是当初因为过去我 因为癌症 生病等等的这些 那我知道我是高危险群 从今再回到那么大的压力的环境之下 我到底身体能不能承受 那人经过这种 这个当医生宣布你说是癌症 那个我是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我相信我们假如有亲戚朋友 有同样的情况 也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冲击 心情的转换很大 所以我老婆提醒我说 你真的还想要让自己再重新回到 那个那么高压的环境 身体你不考虑一下吗 李先生那时候怎么说服您的 他其实就是从2013年下半年 就已经跟我讲这件事要我考虑这样 我刚开始当然基于这些考虑 我老婆的这些提醒 我不敢直接就答应 那有犹豫大概是 大概一个月上下吧 但是我后来 这个有点臭屁 我就自己盘点一下 我想说老板对我这么好 是我的贵人 这个时候他最辛苦 面对整个集团现在 这么大的变化 最辛苦的时候 他点名我 他已经有他的理由 他看中我 他需要我 这个时候假如我撤退 我说不 那我怎么对得起他 对 因为这个人 跟人相处就是一个意气 一个这个 一定要在最困难的时候相挺 雪中送贪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觉得说我不应该逃开 不应该逃开 那另外一个我也盘点一下是说 因为我们这一群主管我都很熟 那我深知说我们加斯大其实是一个很复杂 产品非常多 几十种这样 那我想一想 这里面几十种产品 很多都是我开始的 因为我在集团 KYA给我的定位是说 我是跑第一棒 我们集团人都知道 很多生意都是我先开始的 因为我RD出生 我对技术 对RD 人员 还有RD开发系统 我掌握比较高 比较熟悉 所以我是适合跑第一棒 所以就很多的这些 原来的团队我都比较熟 不管他现在在什么阶段 基本上 人我也熟 产品我也熟 那这个就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你是在手中 这个武器你掌握度最高的 因为集团面临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 说实在也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我最后的决定 就是说舍我其谁 四个字 我既然是最适合 那我就把它承担下来 李先生有给你很大压力吗 没有 其实我这个人就这样 就是我可以说我不接 但我一旦接着 我不需要人家编出 我自我要求会比别人都还高 所以才会生病 医疗 AIoT跟网通 都是整个台湾产业 未来高价值转型 大家都看到了机会 那我们希望成立大舰队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投入管理 还有大舰队的这个哲学 我们掏心掏肺把资源 从航空母舰下放给大家 让大家都提升到 这个航空母舰的等级 各种各种的物品